头长今天贵买大跌 可是你的五购墙都很强 像是力端跟建基盘中都有创高的迹象 可惜这个后面有点追加力道不够 可是你今天标题很耸动 你说接下来 巴菲特的报告 会是台湖转类点吗 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司要公布最新的13F报告 要告诉你最新持股 有没有可能卖光光 这三种情境我要告诉你卖光光怎么办 如果巴菲特反向口是心非 再加码了 再加码台积电台湾股市会怎么走 还有 为什么快结算了 正价差却有35点的价差 这代表台股市好事还坏事呢 还有很多的标股介绍 通常在今天农药华尔街 一定要看 大家好 我是义惠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5月15号 台股下跌27点 收在15,475点 美国债务协商会议 被推迟到 本周举行 投资人担忧美国的经济衰退 还有美债危机风险 在周五公布的消费者 新型指数也有转弱的迹象 导致美股周五四大指数全面下跌 而台股方面 贵买的跌幅比较重 今天中场收跌了2.02点 跌幅将近有1% 而加权也下跌了27点 双双收黑 后市盘式解析我们要交给 经济日报选股冠军 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今天觉得很 五位杂成对不对 心里很复杂 为什么因为台湾股市看起来好像不错 是 抗跌可是最后一盘呢 又下沙了 台积电连续两天下沙 搞什么 可是你又放开你手上持股 又没有很开心 因为上贵指数跌得蛮凶的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关系 这就来告诉大家 你说 对因为投资长今天我们观察到 贵买指数 跌幅还蛮多的 今天盘中最多跌了1.2% 中小型股普遍表现都不好 可是 您的五够墙 算是还有撑的 像是安吉今天盘中就涨了将近2% 明泰呢 整场守在平盘之上 还有 见机跟立端 有点沙尾盘 不过盘中蛮强的 盘中蛮强 像见机今天盘中就涨了将近4% 立端也回补了4月10号的缺口 虽然说这个追加力道有点不够 不过我要帮大家问一下 因为本周六 就是520了 那大家都说这个台股有所谓的520行情 那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520行情影响不大 平常心就好 好不好 平常心就好 我觉得520行情 平常心就好 虽然小英政府520行情 之前我们福利社的统计 对 的确反复有 可是我会用一个比较平常心来看待520行情 好不好 虽然我爱你们 好不好 我爱大家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就平常心 好不好 因为这个 这个政策 因为政策的股票 现在也出了很多 520之前很多政策股 对啊 那最近政策股也 后继无力 除了之前一开始的军工股嘛 是不是 探权也涨一下价而已嘛 是不是 所以代表的是 这边 还有值得从没有注意观察的地方 我觉得520行情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那我要今天跟大家讲大盘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很多人觉得大盘然后受不了了 可是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个 无聊 不是受不了 这一个行情 为什么说无聊 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 来 看一下喔 好 有人在想我好痒 来 这个还是个区间整理平台嘛 所以15002到15009就这样子吧 对 那哲哲这跌破季限了 是跌破季限了 可是平安心 平安心 为什么平安心 如果今天行情很差的话 他不会 怎么样 就是硬要拉起来 是最后盘刹下去的 是 他可以直接破底 第二件事情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来看一下 来 纳斯达克 礼拜五有没有创新高 有 我说过创新高就算收黑K 还是好是一件 对 只要创新高绝对是好事 你不要想到边拉边出这件事情 尤其是大盘这件事情 好 废半他在一个区间整理平台 所以台湾股市 再怎么不计 顶多像废半 好一点的话像纳斯达克 你本来就应该创新高 台湾股市就像废半一样 现在 在区间整理平台 对 我说好一点的话 是应该创新高的 道琼指数也是一个区间整理平台 所以根本都没动 国际股市看起来很鸟 他鸟在什么地方 他鸟在只是飞不动而已 飞不远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跟大家讲来 先来看一件事情 台湾股市 跟韩国股市有没有看到 台湾股市最有没有也是下引线啊 有没有看到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回到这个景线位置区 这边景线位置区 这个景线是多少 这个景线是台湾股市 15900的位置 是 他那时候率先台湾股市突破15900的景 这个边 有没有 听懂吗 是有 他是韩国股市回到这边来而已 对 上去又下来 懂我意思吗 嗯 今天好痒喔 来 上去又下来 你们不要太想我拜托 好不好 好 来 上去又下来 所以韩国股市跟台湾股市的位置来比较的话 台湾股市还委屈 第三个更委屈是日本股市有没有创新高 有 你知道日本股市为什么创新高吗 通常你礼拜五有说是因为那个吗 巴菲特吗 答对了 你礼拜五说了喔 我记得我们刚才蕊稿不是在蕊的 天哪 没有人开玩笑啦 巴菲特吗 对不对 我说过 没有人在开玩笑 我说过了 我说过什么 我说得很清楚 礼拜五特别有跟大家讲 所以代表 你有做功课 只是没有做刚才的功课 没有 扯远的啦 巴菲特 巴菲特 所以为什么说巴菲特 因为巴菲特他投资五大三社 他愿意投资啊 像桑林这些都愿意投资啊 有人说日本被五大三社给绑架了 就像韩国一样被财 被财罚 反架了 是 难怪那个财罚家的小儿子最近那个 这么好看嘛 收视率 收视率 谁 对 收视率这么好嘛 扯远的 所以我要讲什么 来 巴菲特愿意投资五大三社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是一件事情 很重要 什么重要 投资票 巴菲特 点谁 就会点石成金了 所以你要下台股要突破新高 短期要突破新高 你要赶納 纳斯达克先创新高 是 看今天晚上有没有 第二个看巴菲特除了点名日本股市以外 也没有点名台湾股市 巴菲特上一次是不是在2月15号 对 减码了台积电86%持股 对 最近嘛 他不是在 有接受日本的媒体反问吗 是 他说为什么 不投资台积电 你有没有印象 好像是说 台积电还是好公司 但是因为他不舒服 不是 他的地理位置让我不舒服 对 他的地理位置让我不舒服 所以地理位置让我不舒服 这个有什么意思 这个句话很重要 所以如果台湾股市 地理位置是舒服的 巴菲特已经投资台积电 对 今天好玩是什么 如果巴菲特再次投资台积电 他不是不投资喔 他说这个是 首屈一指的 好公司管理方面 或者接班人方面都是好公司 都很棒的人 对 这代表什么意思 巴菲特并不是一位看衰 一昧的看衰什么 台积电 所以如果巴菲特这次又不小心加码 这不是不可能喔 但是他有可能 减轻 减轮轮轮轮轮轮一下 减轮轮轮轮轮轮轮了 台湾股市就没法创新高 我一直沒有創新高是 沒有在巴菲特的加持下創新高 那要主攻另外一個原因的 什麼原因 看納斯達克什麼時候創新高拉抬股 台灣股市現在要創新高只有一個 靠納斯達克的廢伴持續創新高 第二個靠巴菲特可不可以再次點時成金 有點後悔了 你聽懂嗎 可是巴菲特這次會後悔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 在什麼 12月的時候賣掉 你叫他追高殺低 好像也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巴菲特會賣股票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買台積電 我也很難預測 可是我只能講如果他願意追高殺低的話 那對台灣怎麼樣 是強新增 所以你要記起來 如果解碼了 這個解碼是一個利空對不對 可是已經都已經減了86% 減光光也沒關係 那這樣就像華碩一樣 上一季虧錢怎麼樣 然後利空出鏡的 噴出去 所以這一次13F的報告 那時候好像5點多報告 2月15號 13F的報告 波克夏的報告就是巴菲特公司 波克夏的報告 在明天可能5 6點公告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對一個台積電最終的測試 如果巴菲特減碼觀光 最後的利空 像華碩一樣 如果 怎麼樣 如果 他沒有減碼還加碼 大家會覺得巴菲特老闆丁 可是沒有關係 台積電反而是一個大利多 我代表是 他還是願意投資台積電 只是他不願意投資太多台積電 因為地理位置讓他不舒服嘛 而且第三件事也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他認為 台灣的 怎麼樣 跟對外的關係 有點怎麼樣 緩和 會不會緩和 我也不知道 可是如果巴菲特 願意做加碼的動作 至少大家會覺得緩和 這很重要喔 所以巴菲特有沒有加碼台積電 都是個測試 一種有加碼是大利多 是 沒加碼 還甚至減碼 那就利空測試 看會不會像華碩一樣 如果沒加碼 甚至減碼 台積電能展呢 那不得了啦 那不得了 好不好 記得一件事我們把這個邏輯要記起來 好不好 那除了這個邏輯記起來以後對不對 我們下個階段 我要再跟大家講更多台股秘密 為什麼 因為 這禮拜三 結算了 只剩兩天 可是台子期結算了 居然正價差高達35點 莫名其妙 台股今天最後一盤是沙尾盤 台積電連續兩天沙尾盤 台子期居然是逆勢翻紅 為什麼正價差35點 這非常重要非常精彩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在休息的時候呢 我們要插播一件消息 就是外資賣超98億 這個消息頭上你怎麼看呢 賣超98億 對 很擔心 我就說了 現在看巴菲特 我當然內心心外巴菲特加碼 因為他講的 他講的鷹派哥派的講碼都有 對 他講的好像就像包爾一樣 什麼都講碼都講得好 最好的公司 可是位置不讓我舒服 他的地理位置不讓我很舒服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加碼 我覺得有可能加碼 只是要加碼的話 不會加太多 只是加到最高差低 我怕他面子完了你擺 他會不會減碼 減碼還可以做個測試 那個不加碼不減碼 那可是台積電如果還漲 那這個也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個 巴菲特也沒有看壞台積電 為什麼 因為他也沒減碼啦 對 那也代表是他覺得 持有一定的部位他覺得可以接受 你懂嗎 他覺得持有一定部位他可以接受 那也代表說 第一個他覺得地理的 位置的風險沒有那麼強那麼大 對 第二個這些錢他賠得起 他賠得起台積電還是好公司 這我跟大家講的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利空可以測試 或利度外測試的一個行情 記得 所以這個13F報告很重要喔 好不好 記得我們這節目 除了這以外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來來 你的資源不是我資源 很多人在開始酸我了 好不好 完全不用怕 沒關係資源噴的看不出來 不會加碼啦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要做分析這件事情是覺得如果不加碼的機率稍微略高啦 可能55%到60%啦 可是不是零啦 好不好 應該說 加碼機率是40% 可能才40%而已啊 可是不知道不是零啊 好不好 外資空軍勝出 希望巴掩也是口閒體震值 我也希望喔 好不好 永遠從 等一下 按道 永遠相信 永遠不要相信渣男啦 你們發音渣男故意笑我是不是 好 好什麼來我們看一下 他都說了 因為低延症這個因素那樣不 不舒服怎麼可能加碼 可是他也說不是管理好的公司啊 我有說過了 巴菲特不加碼機率比較高 我是講事實 我是講事實 可是 只要 不減碼 我認為就是中性偏多了 我只是要巴菲特這個13F報告 來去做一個什麼測試 做一個台積電的一個壓力測試 在這件事情情況之下台積電怎麼走 比較重要 聽懂嗎就像華碩 公佈EPS過後 富的 跟你講展望很好 噴出去了 代表底部已經完成了嘛對不對 好不好 為什麼不覺得 美股要再回調呢 感覺很多科技股長不動呢 從頭到尾他就是個盤整 他就是我說的卡制 你不得不說我今年這個卡制真的很準 我跟你講今年沒什麼利空 也不會有利空 我再跟你講一個 進爆的八卦消息好不好 那個 那個克里夫蘭聯儲他不是每個月都會預告那個嗎 就是CPI嗎 現在最新的CPI你知道多少嗎 你看了以後你會嚇到 我們上次不是他克里夫蘭聯儲是預估 5.2嗎 對 實際多少 實際是5 4.9對不起 4.9對不起我活錯錯了 5.2 不是4.19還是5.2 反正差不多5.19啦 反正差不多5.2嘛對不對 5.19嘛反正差不多5.2 到最後實際是4.9 克里夫蘭聯儲是有一定地位的準確度 可是這兩個月急速都下滑 都比克里夫蘭聯儲預測的 CPI怎麼樣 還要怎麼樣 還要下滑很多 他預測5.2結果給你公佈4.9 是 是不是很誇張 對啊 那你去想想看看這一次預告預測4.14 如果我講的是5月份的CPI喔 喔 所以下個月公佈CPI 絕對是急速下滑 從4.9到4.14下滑多不多 好多喔 很多 不敢相信嘛 對 不敢相信的多啊 有沒有 那4.14這這領事 如果克里夫蘭聯儲預測4.14 有沒有可能一下子見到3 有 那就回到 回到嘛 美國 費的最重要的一個什麼通膨政策嘛 我只要2%就好了嘛 3就差不多了嘛 那我問你如果下一次 回到 4.1 4.14 甚至回到3.9 克里夫蘭聯儲預測4.14 好低喔 本來4.9下個4.14 如果到時候克里夫蘭聯儲又是不準 所以不準是 實際情況又更好 回到3.9 你告訴我 利率是5% 現在 CPI是3.9 會升息嗎 不會 不會 因為實質利率已經足足了 足足了大 1%以上 還有滯後效果 滯後效果就是我施行過後 我隔山打牛 打到你這支牛以後對不對 你可能半個月才發病啊 你聽懂嗎 懂 所以這個政策的滯後性 也是很重要 所以他們現在這些 FED的各地的主席 跟你口課都沒有用 基本上克里夫蘭聯儲已經告訴你事實了 所以台灣股市最壞就這樣子 美國股市最壞就這樣子 你在怕什麼 你在懂我邏輯啊 所以懂我邏輯 等我講大盤的總經以後你再去看個股才重要啊 不然之前你們聽到都很多錯誤觀念啊 大盤不重要 不重要嗎 你看現在行情一不好 個股都一樣 對 每天要變暫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啊我可以每天暫停板我秀給你看嗎 我看台灣暫停股 子檔股票哪子檔最強制的暫停板 我秀給你看 那個沒有意義啊 現在難操作啦 我想事實啦 最難操作可是我要是告訴你 我郭子龍就直球對決你有這邊無夠強的 你該進場就該進場 好不好 來來來建基來看一下建基形勢 今天他去拉起來 怎麼看 昨天那個暫停板已經告訴你很多事情了 對 禮拜五暫停板已經告訴你很多事情了 你如果沒有把握到沒有把握到他 我已經不關 不關我的事情 我人自益盡的 好不好我一直跟大家講 好不好來 再看一下 來 安吉6477安吉 6477我說我還沒買 我有跟大家講 可是回檔過程中如果打底完成 我就有機會買 所以為什麼有些股票 有夠強送的你的送你的有些買有些沒買 像建基就有買 建基就有買 第一個但是我選股的智慧嘛 所以你參加我團隊的意義嘛 我一定選最好買最好的股票給你嘛 送粉資的股票跟會員股票本來就一定有差別 不然大家為什麼要參加我行列 我講的事實 好這安吉 245全權欣欣欣今天比較弱一點點 因為今天穩帽很爛嘛 公佈最新的這些營收方面也不太好 來 可是投信呢怎麼樣 還在什麼 還在買 有賣56張 可是大部分在買嘛對不對 就技術分析而言他也沒有什麼走路的跡象 所以平常心就好來 6477 安吉安吉已經講過來 安吉會沒有我都講清楚啊我會有那麼多騙不了人 好不好各個等級會 都沒有我想是近期內都沒有買過 好不好 來 245全息 6245的什麼 立端 跟3380零泰 6245的立端 6245的立端 怎麼樣 等一下 在這邊而言 有沒有 我 打 你 成功 對 這邊是有機會噴出去的 就像我講的 你這樣看 今天看那還好 我再把它拉少一點的K線 有沒有覺得準備要創新高 有 今天是有點創新高 這有拉起來了 你們看一下這邊這邊這邊 這有條線喔 這條線 攝影線 所以它跟 劍機一樣 只要創新高 就是好事還壞事 就是好事 創新高後 然後當天收黑K是好事還壞事 好事 還是好事 對 這兩次喔 創新高後 收黑K 它還是好事 我講已經跟大家講我獨特的 戰法獨特的想法 因為只要創新高是好事 這些震盪都不重要 好不好 來 好 所以這些股票慢慢跟大家講這些股票 還有什麼 3380 明泰 明泰 好不好 這都是一樣 好不好 很神奇啦 好不好 這些股票 你趕快你要參加 創新高的過程中 拉回了 少一個買點 我就是因為看到創新高拉回 我特地推薦你們 好不好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這我一切一切意告到前面 然後咧 這行情就跟壹樣 望海陽明長榮 怎麼看 它就是一個卡字 你也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那有人說 哇長榮怎麼 EPS表現得 沒有想太多好 雖然賺錢 他就是一個卡字 他高也過不了高點 低也過不了低點 高不過高 低不破低 就是現在 無聊的一個卡字 上不去 下不來 記得我這件事 等到什麼時候 我再講一件事 等到納斯達克創新高 美國股市拖了台股股走 第二個 巴菲特老爺爺 你們認不像 點日本股市一樣 點時澄清 我習慣 至少我認為只要他不減碼 就加分 啊減碼 當然是扣分 如果扣完分以後台積電還能看點 那不得了了 第二個 我要再跟大家講 我說 為什麼 我說今天看起來 還正價差35點 台灣股市這幾天盤中都漸低點 尾盤都拉起來 最後一盤再殺下去 連續兩天 有你看不到的手 所以台子期結算日 他有可能偏多 因為35點 35點 如果今天 盤後3點了嘛 現在已經公佈3點了嘛 是 照理說 因為 因為正價差35點 對 台子期夜盤如果還能強 那不得了啦 35點再加個10點 如果漲個10點 沒有 正價差45點 對 你聽得懂要說什麼嗎 所以換句話說台子期夜盤如果還很強 那不得了 你要 積極的偏多看待 台灣股市他就是卡 可是徒步1萬6 就不得了 你可以笑姊姊 你可以覺得無聊 你可以姊姊姊 你的資源不是我的資源 現在資源不行了 的確 可是你要有信心 姊姊不離不棄 是我兄弟 像我開玩笑 因為認真說的 現在已經 他們連總教練寧位柱 兄弟像 連總教練寧位柱都可以換了 不離不棄 是我兄弟 兄弟像都不像兄弟像的 哲哲還是哲哲 郭中還是郭子宏 我該守護你的股票 還是會守護著你 好不好 這一直跟大家講 好不好 那麼看一下 你看政策概念股你說520行情怎麼看 政策概念股還好啦 好不好 你說520行情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說520 我不會 很在乎 要平常心 你知道什麼嗎 不知道 會不會嚇死你 整個故事你就不會講520了 你們總統會閉嘴 你看 這邊最高點什麼 這邊最高點這邊對不對 對 這是從金融海嘯對不對 3955點有沒有看到 有 這邊9309點 幾月幾號 520 對沒錯 520 這邊 沒有嚇到你吧 有 你看 2028 2008年5月20號 9309 馬英93的520 大家都說我行情 520行情要有就大家不期不待 你們越多人越問我越不會有行情 那時候每個人都說台灣股市連換點 有沒有看到 2008年5月20號 是 所以嘴嘴腦袋裝很多東西 所以你不要問我520有沒有行情 我告訴你2008年5月20號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那一年最高點啦 然後過6個月過後 9309點520的9309點 顛倒 3955 兩個顛倒嘛 93就是變39嗎 對 所以你怎麼問我520行情 有沒有 我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好不好 那一樣 台灣50這邊 賺600多萬 好不好 我一點沒開心 因為之前最多賺快1000萬 可是為了信用兩個字 少賺400萬 我不在乎 因為我知道 只要秉持的信用 秉持的努力 到最後我會賺更多 我也要回饋社會 我會捐出 至少幾百萬的現金 給社會 我是很認真跟大家講 這是我該做的事情 我不要失的話也不要買後泡 很多股票真的很誇張 那最後 來看一下 南電 該進場就進場 好不好 好不好 該進場就進場 這邊南電也完全沒有 完全 現在行情不是難做 是無聊 無聊跟難做是不一樣的 來 你們不要 什麼叫無聊 其實現在 現在人氣溃提的比那時候去年 你看南電那時候不是500塊嗎 對 你路底要多少 177 對 500塊 這叫難做 現在叫無聊 可是難做的時候你反而想做股票 是 無聊的時候你反而不想做股票 你不行這樣想 他沒有破底啊你看是不是看起來又要噴出去了 對啊 就是沒有波動而已 這是無聊的行情不是難做行情不一樣喔 你聽懂我還說什麼你要聽懂我還說什麼你才有機會 了解我還想什麼 好不好我希望你好好把握出這些行情 那外資多單 來看一下 外資多單 怎麼樣 今天也增加5000多口了 所以多單又來到1萬1000口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 平安心 好不好 所以這邊最少是中信 偏多 中信偏多那我看一下要什麼股票 看一看一看一看 我之前講一些利基啊 好不好 這個看起來都不行嘛 要升加電子啊 不是不行啦就是說還要一段整理啊 好不好 這都要一段整理啦 因為頭做上去以後都要一段整理 這個一定要靠台股創新高 好不好我就盡量講股票 不會因為我 就是 股票跌了我就不講了 好不好 6143政要 我覺得政要或者是什麼 好不好 元泰 都有機會好不好 元泰這個線型也很漂亮 趁200元以下趕快用你買 不要說我沒說過 那最後我要看一下今天有沒有 有沒有500個贊 沒有我要提早結束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姊姊頭長就是比兄弟下來勾兄弟 謝謝你啦 同名中文審師 撿倒意嗎是不是 對 520賣掉 姊姊居然看空 我沒有看空啦 我沒有看空喔 我沒有看空喔 你們不要嚇 我講的是520沒有行情 我只是說我不硬不會因為520去做多啦 姊姊我全家族都是你粉絲你全家族有幾個人 我認識的親友都不接你電話啦 也沒關係啦 借不借也不重要啦好不好 是 等你賺很多很多錢他們就會常打掉給你的好不好 姊姊520要賺1000萬以上才走 沒錯沒錯 好不好 你折粉 你全家都折粉 沒有錯沒錯啦 謝謝大家啦 大家都記得PTT 你的愛譜不是我愛譜 他講愛譜愛譜我忘記了 謝謝你們 來 愛譜其實算這一波最強的 因為他根本就沒什麼回答 你不要說這個算回答 他從137塊 漲到300多塊 這不算回答 好不好 6646 那個M31知道嗎 M316643 好 643 643 M31線型也很漂亮 看起來充滿人在吃 好甚至 沒有輸愛譜 根本就跟愛譜一樣 算是非常看強的股票好不好 643愛譜 好不好 你說 關於AI股好像今天有個訊息 是說 輝達跟台積電 追加了1萬片的頂規AI晶片的集單 還有 蘋果的iPhone15系列的新機 這個初期的備貨量也上看9000萬隻 這跟去年的高檔水準是持平的 所以這個AI股是不是有機會啊 但是有機會啊 AI股絕對是未來趨勢 絕對是 所以說南電 你這邊你該一買又用力買 他絕對是 你相信我 因為沒有 以後沒有AI的 就 我跟你講 你在這個行業你就很難出頭天了 好不好 你要更了解AI在想什麼 你才能駕馭AI 這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這個已經到一個拐點了 就到一個拐點的話 就會 直接突破了 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所以AI概念股好會漲 首先就是一些愛設計 再來就是什麼 南電啊 AB2載板啊 星星這些股票 好不好 好 陣容也要注意一下 碳權概念股 不會那麼差 好 要什麼 3037 這都一樣 所以最後要跟大家講來 選擇前結算日 起貨結算日在後天 基本上增加差35點 偏多 至少這兩天偏多 第二個 明天最重要的是13F報告 除了 巴貝特的波克夏 的公司的13F報告 公告 持股 我跟大家講 加碼大利多 沒加碼 算中性偏多 算利多 重點呢 重點是如果減碼 台積電很漲 那 更好 那就像華碩一樣了 利空撤出 利空撤出了 利空怎樣 利空不跌了 對 所以我需要一個數據來測試台積電強不強勢 你不能說 大家這個加碼 基本上如果巴貝特加碼台積電 就算明天再拉回 你也要閉著眼睛 這有你加碼 為什麼 因為五大三四就這樣子啊 因為日本股市一直創新高就是因為 巴貝特加碼嘛 所以不論對我做我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去想看看 你不要最近公司音拍那是騙人的 克里芬蘭聯儲我基本上 這幾個月來啊 他預測多少 10币的CPI只會更下滑 10币通膨值更下滑 這次通膨 5到4.9已經很誇張了 4.9下個月 應該是這個月的CPI下個月公告的 會到4.14 甚至有可能就要3 你跟我們說要升級 不可能啊居然不會升級 台灣股市怎麼會有崩盤的 啊說景氣衰退 什麼叫景氣衰退 到底哪邊景氣衰退 你在說什麼 你有沒有不能失業率在低檔然後拉起來說景氣要衰退了啊 你聽不懂嗎 所以有些人說 CPI的論點不在 股市的論點不在CPI是看能不會衰退 哪邊有衰退的跡象 這些數據是歷史的好 你不能因為歷史的好 就業率 是歷史的好 然後開始下滑了 你說景氣要衰退了 要崩潰了 邏輯怪怪的 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懂 所以基本上他還是討論通膨 只是現在通膨 他 因為他在通膨那麼低的情況下 核心通膨還沒有下來 所以下個月你要順便看一下 5月公告的CPI 核心通膨有沒有下來一點點 有還是會噴出去 好不好CPI只是告訴你 因為 之前的CPI 大家股市還不認同 只股市還不認同 還在一個卡制 等突破以後就不得了 所以不論對我做我一切一切是預告前面 好不好你想看看 所以我希望大家按個讚好不好 今天300多個讚 1235個人按300多個讚 剩下900多人在幹什麼 拜拜 我要結束影片了 好不好 我很難過 所以我只對 對我好的人 好 你聽懂嗎 我只在乎在乎我的人 你們不能只看我節目啊 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我真的對你很好 我歡迎等一下選 080668085 0800來來幫你幫我 我今天要提早結束了 好不好 記得下次按讚啦 拜拜 好歡迎幫我的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標股資訊嗎 也歡迎您撥打電話 0800668085 0800668085 荣耀華爾街 我們再會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 A的帳號 這些頭都是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再見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